欢迎收看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 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正义新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些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我们更希望除了收听收看之外 你也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因为我们的经费都是来自于公众全民的支持 那透过这样一种公众支持的方式 才有办法让我们走得更长更远更久 能够做更好的节目 今天节目要延续的是前几次 跟高中公民与社会学科中心合作的劳动议题的系列讲座 我们访问的社工人员廖福源也访问了这个监工 同时也是作家的林立青 那今天呢要来这个系列讲座到了最后一场 那一样我们会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今天访问的是苏伯豪 苏伯豪是一位外送员 那过去也曾经参与过选举 那这个外送员之外 他同时也是最近先成立的 新成立的外送员 全国外送员产业工会的理事兼发言人 那他在今天的节目 在今天的课程讨论当中会告诉大家 他为什么要加入外送员 在外送员工作里头看到的各式各样点点滴滴 或者是在平台拆账外送员的薪资 以及面临到各式各样的风险 还有在现有的法规在政策 在制度上面有什么不足 有可能改变的机会吗 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博豪你好 各位老师大家好 管老师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是苏伯豪 苏伯豪 那苏伯豪也许我们一开始可以先请你来谈一谈 为什么你会去加入这个外送员的工作 那参与外送员之前 你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一些工作 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我记得以前你也曾经是公民记者 对是的 其实我一开始是自己开电脑公司 自己开业开电脑公司 方便维修电脑啊 做一些电脑组装之类的这些工作 那那即使电脑产业转型遇到一点瓶颈 因为他直接目前现在大家都知道都是改用手机比较多 家用电脑的数量减少很多 那我面临一个转型的压力 那后来我就想说那干脆就把公司结束掉 然后再另谋他途 那刚好呢 整个公民运动的状况兴起 那我那个时候看到整个社会在变革 那我觉得我可以帮这个社会做些什么 我就开始做公民记者做一些记录 那再过了一阵子之后呢 就被政党延览进去做行销人才 行销 掌管行销相关的工作 那到了大概2015年的时候 那我就被派到迪岛马祖去参选立法委员 对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因为迪岛我在去到马祖之前 其实没有认识任何一个马祖 一个都没有 那我就是从那边从零开始 那等到了2016年选举完之后 那我们遇到一个困境就是 那我们离下之选举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那可是我们的生计必须要顾 那我那个时候就在想 那我怎么样可以继维持地方的热度 那我又可以取得我应有的生计 我想了很久 我想了很久之后 我就突然发现 现在有个新星 好像有个新星的送货平台 那可好像可以做一些收入上的补贴或替代这样 那所以后来我就先加入了拉拉快送的平台 那个时候还没有Uber 那时候大概Uber还要再过一两个月才会在 还会上市 那做了这个之后我就发现 其实外送这样子工作其实是相当自由 而且在那个时间点收入其实不差 这我就大概就是维持做两周 然后两周后就飞到马祖 然后在两周后再飞回来台北 然后做继续做外送的工作 就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 那这刚好也维持了我这段时间的生计 以及后续的竞选经费也都重目的比较充裕这样子 嗯所以其实你并不是为了要去了解外送的整个劳动的流程 没有没有没有我真的是有需要了 我真的是有需要我需要钱 但是其实工作有很多种啊 为什么一定要选外送员呢 当时考虑的是刚刚谈到的这种工作 是一个比较弹性化的情况吗 是的是的 其实外送的工作它非常的弹性 那弹性到说 你像我我如果在台北工作的时候 大概一天是做13到16个小时 连续大概两周 那可是一天想好像很 对对对对 可是 对对对很超啊 其实是很超 可是呢我接下来我就想说我要放空两个礼拜啦 我这两个礼拜超一点也就算了 对对对对对 那所以我就 对那时候 你成说成说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选择说那 那既然外送平台非常弹性 那我又可以同时加入好几个外送平台去均摊那个 单量的风险 我觉得还不错 那个时候的感觉是还不错 因为那个时候的薪资也没有降到现在这么低啦 对相对来说是不错的选择 以前的外送员的薪资是比现在还要高 还要高很多 还要高很多 那待会我们可以在谈薪资的时候可以 再更详细的聊一下为什么是薪资 是因为竞争越来越多然后薪资越来越少吗 还是发生什么样状况 也许我们待会再跟他聊 那刚刚是谈到你自己这个加入外送员行列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可是在台湾也有蛮多的外送员了 现在加入外送员工作的人大部分都会是什么样的背景 然后大概他的年龄的分布是什么 为什么他们也想要加入外送员 那整体来讲这几年外送员的成长的状况又是怎么样呢 一般加入外送员的以社会新鲜人居蛮大占蛮大的比例 那社会新鲜人因为他一出社会就遇到金钱的压力 社会要求他要存钱存投期款可能要还学贷 可是以现在一般的工作的起薪 你如果要还学贷 甚至要存买房啊 结婚的基金的话 其实都不是很充裕 所以所以很多并届毕业生他就直接就投入了外送 甚至有些是再学就已经投入了 那毕业继续 毕业继续 那当然还是有一些 譬如说有一些是退休族群 他出来运动 那也有一些是单亲家庭 单亲爸妈 他的时间需要非常非常弹性 因为小朋友状况不一定 而且常常会被中患 一般的工作可能不适合他 或者说像前一阵子旅游业啦 或者健身房啊 或者是甚至八大行业 他被停业的时候 他有面临一个蛮大的转业潮 那转业潮有很大一部分也就来到外送业 这是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其实他变成说 有一点像是社会的防护网的最后一环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成本相对非常低 对啊 那你需要准备的东西不是很多 也不像说你开计程车 你至少要有一台车 其实他只要有一台机车 然后你有个驾照 就可以做相关的工作 所以他会比较适合 大概你只要 你只要不是太夸张的状况的人 大概都可以从事 我觉得这其实蛮有趣的 例如说你刚刚谈到 可能社会新鲜人 他必须要还学贷 那或者是说在短期室内 也可能找不到一个很合适的工作 在长期有经济的压力 所以外送员可能是他的一个选择 或者是一些退休的人士 可能要来运动 然后可能也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 那也提到有些是单亲家庭 然后刚刚也提到 我觉得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现象 就是他可能是一个社会的防护网 所以社会的防护网 就是很多人可能面临到失业 或是面临到转业 他可能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有个外送员这个工作 是可以让他弹性 而且是可以暂时的 来去做这样一个工作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这样的人的比例是有多少啊 你是说转业来的吗 这两个非常多 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嘴巴旅游业者 甚至餐厅业者 或者是有一些工厂去年有受到影响的 都转业过来做外送的非常多 还有巴达 巴达行业也占比非常高 巴达有两 我去年一波 今年一波 对 OK那在最近这几年 外送员似乎有这个逐步成长的趋势 特别是你刚刚谈到疫情等等的问题哦 那现在大概台湾有多少从事外送员的这样的一种人口呢 目前到去年底的中央的统计是8万8千人 但实际上到今年我觉得可能已经超过12万人了 那中央有另外一个数字媒体曾经报导过是17万人 可是这个数字我觉得我们比较没有参考性啊 所以我不太确定这个数字到底对不对 不太清楚它的来源 总是它是一个越来越多的状况 是的 尤其在今年 尤其在今年的疫情的影响下 其实是倍数成长 从5月开始整个暴涨的状况 OK那加入外送员 你刚刚讲说只要汽车驾照 或是只要有机车就可以了吗 还是它还有什么样其他的条件呢 那不同的外送品材 他们对于这个外送员的要求 基本条件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最多的是用机车外送 机车外送的话 你就只要需要一张机车驾照 以及你要有一台合法的机车 那这台机车不一定要自己的亲友的也可以 那有些平台会要求你要无形式纪录 就俗称的要有良民证 但它不是所有的平台都要求 那如果你没有机车的话呢 也有平台开放做 以脚踏车来做外送的工具 那甚至也有部分 譬如说Panda它是开放步行 步行的也可以 只是步行在台湾是比较少数的 那这些都可以这样子 它面向是比较广一点 那条件的话年龄在19岁 19岁以上就可以了 嗯 所以它也是有一个年龄的限制 要49岁以上 对对对对 ok 嗯 那这个是刚刚谈到这个个人的基本条件 但是我们知道外送员他事实上 呃他所谓的生产工具 不会是他自己这个身体嘛啊 不会是只有他的这个汽车嘛 他可能还有包括手机啊 可能包括一些 呃APP啊 或者是包括那个后面的这个置物箱啊 甚至制服安全帽等等啊 那这些是生产这些的生产工具 都要自己自备吗 还是公司会去提供呢 呃像机车的部分啊 或者手机 我们一般常看到在路上的手机架啊 机车上面的配件 安全帽这些大部分都是要自备的 然后呢 对他自备 然后外送箱 是要跟平台购买的 嗯所以外送箱是用买的 对外送箱包括制服 包括安全帽 你看到这些标志都是用买的 这外送也花钱买的 所以他这个他要多少钱 还要自己花钱去买这些对对对对 生产工具 ok 好 那他有些是这样子 那这样要先先起成本 就要先投资了不是吗 没错没错 你要先期投资 至少要有 譬如说Uber Eats平台 就要有一个外送箱 是1200块 然后FuPanda的话 它是三件组 就一个大箱 然后一件外套一件衬衫 这样是2000块 所以那都是一个先期投入啦 那两大平台大概是这样 那有些平台 小平台他不要求你一定要有外送箱 这那当然相对成本就下降很多 那可是一两大的话 他们大概都是这样要求的 嗯嗯所以你不买也不行 不买不行 不买不行 他虽然说有部分平台说你可以开放使用自己的外送箱 可是呢要审核一个月 那你如果买他的包的话 就直接就可以开通了 整个月是要审核 你比如说你的保冷保温等等的这些功能到底够不够吗 还是要审核 他讲是这样讲啦 可是我觉得就是以时间差来 让大家尽量去买他的包包 嗯嗯 好那当然我们知道有些有些的工作可能都是要自备这种设备 例如说像包括我们看到有些警员 他可能要自己去买房单仪嘛 这其实在过去也是很普通的真相 那这个包包我们看到 外送员你要掀起你的投资 那实际上最后 最后 哎这这这这换一个问题好了 假设我今天不送我还可以背着这个 外送箱或者是背着穿着他的制服到处跑吗 因为那是不是我买断了吗 我可不可以 我不做这个工作我可以没事就穿这衣服 然后用这个箱子装自己的东西 可以啊我就常常这样子 其实我现在Fu Panda已经把我挺拳 因为太久没有跑 那可是我还是骑着Fu Panda 背着Fu Panda的箱子 能骑车回中部老家或去哪里 嗯 对啊再去玩 我前一阵子还把车子骑上武林去这样 我都带那个箱子 因为比较大比较好友 他其实当置物箱还蛮不错 所以他们也不会怎么样 不会不会怎么样 对他们来讲也许就是广告效果吧 OK也是啦 但是如果做这件事情出了什么事情 大家对这个公司的形象恐怕也不会是太好了 如果这件事情是坏事 这个可能我觉得这个公司可能要是要考量 就是你要叫别人出钱 但是财产就属于他的 他要怎么用 你到时候你也管不着 对你的公司的可能是一种宣传 或是这个商业也许是一个负面 你可能都要自己去承受 谁叫你要 叫别人去把这个东西给买断了 好 那这个回到一个 从一个消费者 从一个顾客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 呃一般来讲 如果我们从点餐啊 我们开始点餐 然后会经历过哪些的过程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店 店家或者是这个平台 还有外申员之间 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嗯 一般来讲我们如果从客户点餐开始呢 他会经由系统 呃一般来 呃不同平台有不同处理方式 如果像UberEats的话 他是先送单到餐厅 请餐厅开始做餐 然后他会有一个时间 比如说几分钟会有 大约几分钟会完成 那在时间快到的时候 他会系统会自动开始 煤合外送员 那煤合外送员 那外送员就会去取餐 那通常等待时间就不会太长 那也许 那接到餐之后 他也许会有一次接一单或两单的状况 那我们就依序把它送完 送到客户手上 那如果是FU Panda的话呢 他的派单模式比较不一样 他是先派到 他是先派到外送员 确定外送员有人可以接单了 他才会派单到餐厅里面去 那所以呢就是造成一种状况 就是我们我们常常会看到 FU Panda的外送员挤满一家店 那其实就是因为这种派单的状况的结果 这样子 那一样我们等到餐之后 我们一样就是依序 依系统的指示 把它送到每一个外送员的手上 每个客户的手上 可是呢有个特别是 我们只能依照系统提示的顺序送 即便他提示的顺序是不顺路的 不合理的 我们也只能照着他的顺序送 我们不能更改他的顺序 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 嗯嗯 那到时候 那时候是谁决定这个单子以后 叫我谁送吗 就是先到先引先抢先引先回 没有这是 不同平台有不同平台做法 像Uber跟FU Panda 这两大平台是以派单制 系统就直接派单给你 那他派单会有相应的 大数据运算的机制 那可能是你跟这家店家配合比较好 他给你比较多正面评价 你跟这个客人 可能这个客人给你比较多正面评价 或者你曾经送过这个客人 那他配媒合率就会稍稍高一点这样子 对那所以他其实都后面都有一个大数据在运作 那餐厅的部分呢 他基本上是给平台跟被平台抽成 大概以目前的行情来讲 平均在35%左右 嗯 那目前最新加入的店家 我们已经有看到38-40%的很夸张 38-40% 那那个指的意思是说平台 假设这个东西卖的是100块 然后平台就抽了38块40块 对没错 没错你说对 哇这个比例很高 难怪我们在外送的这个价格是越来越高 对我们是因为他的 对因为平台给跟店家签约的抽成的%数 其实也是越来越高 嗯嗯 所以刚刚你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 呃他会有一个大数据去运算 所以帮外送员打分数的不是只有消费者顾客 还包括店家 店家还有还有系统系统平台 系统平台也有打分数 他们内部有一些 有一些数据他会安 他会有 他会有相应的一些状况 对啊 所以说 嗯 所以说其实我们也不是 我们我们都在抓他的原则 可能其实不一定抓的到 嗯 所以这个原则这个演算法也会随时有改变的可能 对对对对有随时都有改变 随时都有改变 哇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 这其实已经不是什么劳动权益的问题 但是背后可能是一个更庞大的监控的问题 一些隔资的问题等等哦 这其实还蛮值得再更进一步的讨论哦 那你刚刚有谈到说这个现在大概 平台会抽店家大概38% 35-40% 38-40%等等哦 那那回到这个这个抽的这么高的成数 到外送员的身上 他是怎么样去算这个薪资的呢 就是在这100块当中 可能会有40块是平台 然后这个页纸只有60块 那平台再从这个40块当中 再去分论给这些外送员吗 还是他有固定的薪水 或是其他算法 你目前的话平台给我们的薪资呢 那个以Panda来讲现在基本性是一单是30块 嗯 一单是30块起跳 那基本性是 然后 对对对 然后UberE大概是35块到40块之间起跳 那如果你同时送两单的话这个基本价还会在打折 还在打折 所以其实就算是加上 但是加上可能里程比较远一点 他会加一点里程费用 或者你累积到烫赤奖金 累积到一定烫赤之后 他会给你一个烫赤奖金 即便加上这些之后 我们平均拿到的 每单的收入大概也只有到40到60块之间 嗯 40到60块一般来讲 如果在一般的所谓都会区啦 就是他大概是要多少时间他才有赚得到 你是说一单吗 一单的话 以平均一个小时大概可以做两到三单 比较少大概两单 多一点三单的话 那40块到60块大概一个 就是大概20分到30分钟 所以一个小时大概是时薪换起来是180 180吗 那是那是最好的状况 那是最好的状况 那是最好的状况 现在现在其实对 最好的状况可能就是这样子 除非你有遇到餐期 就是所谓午餐尖峰时段 可能会稍稍高一点 不然的话 如果你在一般的离峰时段的话 你要到180其实还不太容易 嗯嗯 所以这个还是有 对 其实都低于基本时期的 尤其中南部都很明确的低于基本时期的 嗯 如果像我们在住在明雄 相对之下从 呃明雄的市区要到中正大学来 大概也要十几二十分钟 就单趟大概十几二十分 十几分钟 没错 那所以他跑一趟 除非他同时接了好几个单子 然后沿路这样子送 那要不然他其实这一趟也能够赚的东西 赚的钱其实也是蛮有限的嘛 对没错 其实是蛮有限的 嗯嗯嗯嗯 那薪资大概多久 结算一次是一个月吗 或是一天 或是一定的时间呢 哦 目前的话 UberEat是两周一次 两周一次 可是明他 他今天刚刚发公告 明明开始要 转会改成一周一次 一周一次 一周结算一次 那FuPanda一直以来都是半个月一次 嗯哼 半个月一次 嗯嗯 好那你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说你刚出来跑单的时候 他在做外送的时候 你的薪水是比现在高很多 当然高很多 所以以前一开始的时候 大概是两三年前嘛 是吧 对对 那两三年前大概 如果你刚刚讲说 平均时薪来看的话 会赚多少钱 三百多块 三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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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五左右 三百五 那现在是大概六十块 这差了 现在时薪 现在时薪 你刚刚说时薪嘛 那如果是以美剑来讲的话 美剑来讲的话 那个时候是一百到一百二 一百到 当然是有两三倍的价差嘛 没错 为什么会有这么 这两三年为什么会降那么多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嗯 其实这蛮好 蛮好理解的 一开始的平台他通常都是用砸钱来抢市战 那等到抢到一定的市战之后 那现在已经变成寡战的形态了嘛 其实两大两大平台已经占据了 大概七八成以上的市战 第三平台已经没什么空间的状况下 那定价权就交由两大平台来做 来做处理 那这样变成说 只要他们突然联合 一联合的话 联合降价 联合涨价的话 那我们都 都只能被迫接受 那现在的状况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 不利的状况 以现在来讲 嗯 但是你刚刚谈到这种联合行为 他不会遇到公平会的这种相关的法规吗 就是或者是说 劳动部怎么去看待这种 薪资的差异变化 这么大的状况 啊 公平会的话 对针对外送员的部分 他们是没有要处理了 那如果是针对餐厅业者的部分 他曾他前一阵子有开发了 不费哪平台200万 原来他禁止 那些餐厅业者去接受某种形态的 就是没有没有开放 让餐厅业者去选择说 要不要接某种形态的订单 比如说自来电自取的订单 要不要接 他都强迫你一定要去接 可是当餐厅业者如果接了 那种来电自取的订单 因为平台都会给来电自取客是有 订的优惠嘛 那就造成一种状况就是 自己跟平台抢客人 嗯 那些很吊诡的状况 我在平台订比较便宜的 对 可是我 你如果用平台订我的餐 我其实少赚了很多 那这些本来就是我的客人 只是客人突然发现说 我在平台订好像比较便宜 那这样子店家怎么办 那有些店家是不愿意加入 这样子来电自取客的服务 可是在副片大 他当初是要求所有店家一定要加入 所以因为这一点遭到公平会开发 那我目前的话外送员因为窃身未明 你到底是承拦制 还是承拦制的自营劳动者 或者是你到底是雇佣制 劳动部他没有一个很明确认定 也没有做通盘认定 那他只做个案认定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其他的部会 包括公平会 譬如说交通部 他也没有办法做很明确的认定 所以他到底符不符合 符不符合跟公平会申诉的资格 都是都很难讲 我这里其实听起来是非常复杂 我们待会也会再跟大家讨论 这个承拦制雇佣制 到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可是你刚刚也点出一点 就是当他的劳动的关系 不明确的时候 不管是承拦制 或者是雇佣制 或是你其实也提到了 待会我们谈到所谓累劳工制 这种东西如果定位不明的话 事实上他会涉及到的相关的主管机关也好 或者是相关的权益保护的机构也好 他可能也会出现 会不知道怎么办 或是他没有任何法源依据的状况 这待会我们再继续的跟大家讨论 我觉得这其实算是一个 蛮严重的问题 就是看起来是很劳动的弹性化 但是这个保障 看起来也是某种的弹性化 就是有的要保障 保障到做弹性 那你刚刚谈到这个平台 他抽成抽了大概三成四成左右 那在这种比例很高 那这些店家为什么也愿意加入 这个对店家来讲 真的会让他的这一种 生意会变得更好吗 还是其实就像你刚刚谈到 他会出现自己打自己的情况 在一开始的时候很多店家 因为平台其实也是祭出优惠 那他可能只有早期 一开始只有25%到30%之间的时候 他对于都会区的店家 他是有利可图的 因为他的租金成本 相关的成本 其实大概占比 甚至不低于这个金额 那他就相对是有利可图 而且对于那个时候 外送还不那么风行的时候 那这些这些餐厅加入 他相对有一种广告效果 也许我今天客人订了 觉得外送好吃 那我下次就直接去你餐厅吃了 那所以有时候不是以单纯的用 外送的外送赚到的钱来看 或者说是 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广告效果 或者说你如果 有特定店家他做一点商品的搭配 他用套餐的方式 他不做单点 那这些都是用套餐的方式出餐 那这样在搭配的过程中 他可以把利润高 跟利润低的东西做结合 那把这些抽成相对的弥补掉一点 那其实相对还是有赚头的 那是一开始的状况 可是现在抽成越来越高之后 那大家为了要赚 可能都把价格垫上去了 价格底下就是 他其实就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 对对对对 其实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对其实我自己也蛮 我自己是没有 我是没有做外送的APP 但是因为我家人有 那在疫情的这个过程当中 这的确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因为大家 餐厅也没开 或是出去吃饭也不方便 可是其实我都会发现 哎怎么在过去跟现在的这个 价差其实是越来越多 所以一旦这个疫情恢复之后 我其实我们家就不用这个APP 我们就直接跑去现场 就是你花的油钱 或是你也可以运动 那甚至花的油钱也不需要这么多 那反正我们写写没事也去买 所以这个长期来讲 对店家到底是不是一个好处 我觉得恐怕 可能还是另外一个很值得去谈的一些议题 那 对在你曾经 在有一场记者会 就是全球尊严 劳动日的这件事情当中 你提到一个例子 对你提到这个例子他说 在你是说在台湾 目前有两大外送平台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福尼达跟UberEat 有所谓的黑箱寄星的问题 那什么是黑箱寄星的问题 就是你举个例子 你是说 曾经有外送员 预计收入应该是25000多 然后到了发行日 直接被砍到14000多 怎么会出现这么多 是你自己算错吗 还是你在这个计算的规则不同吗 还是是被真的被黑箱给A掉了呢 对是被黑箱给A掉了 怎么说 因为平台他会制定一系列的 对外送员制定一系列的标准 一系列的要求 例如说他要求外送员 以福片达平台来讲 他要求外送员取餐率 接到单之后的取餐率 要85%以上 就是你不能任意的去单 你只能去一定比例以下的单 那这应该85%以上 他拿到他完整的奖金 加上一些费用 如果没有达到的话 他就把奖金通通都扣掉 他称之为奖金的东西全部扣掉 那你就只有基本费 那你就只有基本费的话 那一差就差非常的多 那就会变成说 原本预计可能两万五 可是因为你可能取餐率差了 1%或2% 他就把你1万多块都扣掉 剩下大概5、6成左右的金额 那这个呢 那为什么我会说他是黑箱 因为他不公布你的取餐率 他是到了结算日才一次告诉你说 你这半个月的取餐率是多少 他没有及时对我们知道 不对我们公告 他没有及时对我们公告的话 那我们其实根本在过程中到底 因为系统Bug 帮我们加了多少趴进去 或者因为他的系统的一些 那个不公平的状况 帮我们多算了多少张取消单进去 这我们都没有办法立刻去勾计到 那我们只能在最后领薪水的那一刻 那个薪资挑出来的那一刻 我们才知道啊我们怎么回事 我可能没有没有拒单 没有没有说不跑不好 不跑单的状况下 可是他的取餐率就给我只算到84% 83% 哇那糟糕 那可能3%40%的收入就不见 那我们是觉得说这样的状况是非常的不合理 那我们是我们认为说这个东西 应该是要透明跟大家讲 那以及他的薪资计算公司 我刚才为什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说大概大约是多少到多少的钱 这样子 因为他真的很不公开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 对啊 对啊 我完全知道他是怎么算的 这些是没有签订任何的劳动契约吗 劳动契约就是 劳动契约他就是以承揽的方式去签 然后他就是说平台拥有一切的解释权 啊 对 对对对 而且合约内容没有 合约内容并没有明定的收入的表 如何计算 这样子 所以他的平台可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调一次 这样子 嗯 完全不会跟你讨论 他只会告诉你最后一个结果 那个结果是不是对的 我们都还要思考看看 因为他告诉你的 他告诉你的资讯不一定是最后的资讯 最后真实运用的资讯 所以我们就完全处在一个完全不知道薪资怎么计算的状态下 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即便是平台当初承诺我们说 如果你接比较远的单会有比较多一点的钱 那他是为了公平性 可是实际上我们就看到远单的钱 可能你前两个礼拜可能可以假设 10公里的单 虽然不见得那么假设 10公里的单他可能有到 7-80块 那 因为那这两个礼拜你再看他出现10公里的单 可能只剩5-60块 到底什么原因不见得不知道 没有他也不会告诉你 他就是只给你一个机缘 你要接不接这样子 你不接 你不接的话 你的取餐率不足 那就是一样扣你钱 嗯 所以其实你 所以你也不会知道你今天这个单子 到底是不是所谓取餐率 或者是你是不是有接单 有没有成功 或者是你跑了多少的这个里程数 应该要加薪加加的奖金 或者是薪水多少 这个都没有任何的数字 但是他们不是对于数字的掌握 对大数据的这种掌握是很厉害的吗 但是这些东西也完全没有显现在你们的APP 或者是相关的联系的这些资料上面 我其实我们有人做外挂程式 外挂程式其实都看得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认为是平台刻意造成的 但是故意不让你看 因为让你看你的选择性就多了 那他可能就是被拒单的机会可能变高了 他为了让每单可能都尽量有人送 所以他就不公告这种数据 故意的 嗯 你这是在一场记者会里面去说出来的这件事 也就是代表你是公开的呼吁 公开的指控这样的一个现象 这种状况 这两个平台业者有针对这样的指控跟质疑 有任何的回应吗 哦他们就他们就说他们有公事啊 他们的每单都会给你明确的金人 你可以自己选择要接或不接啊 嗯 嗯 他们并没有针对我们提出的指控内涵 做出任何回应 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很公开了 嗯 如果你的问题并不是在于说 每单的金额要不要接 而是包括相关的里程奖金 对对对对对 没有应答成功 有没有这个取餐的比例是多少 你指的是这个部分 但是他并没有这个 他并没有针对这个部分回答 他回比调的这个部分 嗯 嗯 OK 好 那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去去关注 就是 呃 这可以看到在 勞资在不只是可能权益上面不对的 有时候这个资讯是不清楚不对等的哦 没错没错 回到一个根本问题 很多人觉得说啊你们自己要做的啊 你怪谁 就是 你自己劳动契约上面也没有写 然后你自己又又不去在意 然后 你又签了这个劳动契约 那这个会不会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劳工自己的问题啊 怎么会一天到晚怪到资方了 我觉得是政府的问题啊 对啊 那你可以选的要接不接不接就下一个接 那 那可是外送不是这样子嘛 他并没有讲 他并没有讲 他一开始就给你一个很大的空 我们他那就在定型化7月里面弄一个很大的空白授权 那 现在问题是说那我们希望是政府要介入监管 可是问题是我们到底是属于雇佣或承栏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很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因为我们台湾的劳动劳动法的 劳动法规的样态很奇怪 就是 如果不是雇佣你就掉到承栏了 就是说你如果不是受雇劳工你就变成自己是劳贩 可是不是这样子啊 以目前我们的工作样态 我们并不是我们并不完全是老板啊 我们是有我们是出卖我们自己的时间 可是我们也是老公啊 我们不可能因为出卖自己的时间就变老板了 没有这回事啊 那我问个题外话那计程车司机也是算老板嘛 对不对 自顾者自行者 计程车司机他的状况又比较特殊 他的所得来源是不特定的 嗯 我们是特定的 我们是特定平台 我们是你大概 而且他其实是像交通部的解释 他是特许行业 是交通运输业 所以我们是来源是很特定的这几个平台 就算你兼了10个平台好了 对 那也就是只有这10个 对啊 因为你如果不是特许行业就加不进来 可是既然车缆客他是可以知道缆不特定的 所以其实样态还又不太一样 嗯 也就是说在新资的分配是有一个固定的对象嘛 那今天计程车司机他其实 呃即使是套行他也是跟来自于这个乘客的本身嘛 但是并不是嘛 你们在这平台还有自己的一个一个一个规定 而且你们又不是自己去做一个 如果是老板就自己做自己做平台 然后自己接单自己跑去送单 就是老板 那其实你们这种还有一个就是多了一个 平台的这种关系 跟既然车是一些所谓的比较自营业者 事实上是有一些差别啊 那另外 因为我记得也是在记者会 或是在其他场合 你可能也提到过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说 呃因为我们外送的行业 大概也是这两年开始 所以今年初就开始有外送员在报税了嘛 然后呢他在报税的时候 发现这个跑外送的收入 被列为其他所得 而不是薪资所得 那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先让我们解释一下 其他所得跟薪资所得 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这个对外送员的权益 有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被列入薪资所得的话 那你每年有20万的薪资 特别扣除额可以使用 那至少有20万是免税的 那如果你被列为其他收入的话 他全部都要克税 他就没有纳入在扣除额里面 那全部都要克税 那这样子的话 对于外送员来讲 就算以最低税率来算 你都要多讲好几千块 都要多讲好几千块的税金 那我们当然觉得这样不合理 那我们其实这就是薪资 你怎么会变其他收入 而且我们还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因为UberEA今年 正式登陆台湾成为台湾的公司 他以前算是境外公司 那以前他们怎么帮我们做报税 他都是用海外收入 他有的有报有的没报 那今年他落地成为台湾公司之后呢 我们的税捐机关就开始追查 他前几年的税金 对追查前几年的税金之后呢 这些补税通知就有可能寄到我们的外送员的手上 最好几年的税金 OK 对对对对 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种状况 其实外送员还有一种很特别的组成 就是有一些公公公教人员其实有在偷偷做外送 嗯 他就想说那UberEA之前都是做用海外收入 因为海外那个不会有这个收入 没有这些没有没有这些资料 那忽然间把前几年的收入都报进来的时候 他整个Shuck的啊这怎么办 我会忘记我的公务员资格 对对对就是很惨啦 就是连锁效应还蛮大的 可是我们就觉得说 去除掉这些特殊职与的人的状况的话 那即便是即便是你突然之间 前几年跟我说这样合法 然后突然间你要他追前几年的税金资料 他跟我说要我们补这些税金出来 我就觉得我们的国家在干嘛 这根本就是不明其妙在乱搞 嗯 而且问题可能不是只有发生在人身上 跟他认识平台嘛 他怎么去报薪资 然后他怎么去报薪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来自于这里 对啊对啊没错 没错 这是 其实我们在看外送 他就牵涉到部会很广啊 我们看到他有谈到劳动部嘛 然后刚刚有谈到特学行业交通部 对啊 然后现在你刚刚又谈到财政部 所以最近问题 然后还有 然后还有平台本身是经济不管的 嗯 平台业者嘛 那业者他是经济不管的 然后我们实安实安是卫福不管的 对 这么多部会 每个部会 要是个性歧视的话 我们就很惨啊 嗯 最近就遇到交通部 他不跟其他部会协商 他就自己乱 毛起来乱搞 嗯 他把我们搞了七分八速 嗯 交通部他突然 发布一个命令说那我从今天开始 我们为了要监管平台啊 降低外送员的事故率 那所以我就要提供 然后克责平台嘛 所以要提供外送员的所有的违规资料 给平台去做管理 嗯 那你就傻了 那我们你为什么交通部 为什么可以提供我们所有的这些违规资料 给平台 嗯 我们是受雇员工吗 交通部认定我们是受雇员工啊 嗯 对啊 交通部对啊 说你们在我们的法规里面你们是受雇员工啊 嗯 那我说那这样那这样怎么办 那这样劳动部他是个案认定啊 那你交通部帮我们这样认定了之后 那你要不要帮我们追那些劳建保费啊什么 你自己你不是说认定我们为劳工 那受雇劳工 受雇劳工 对 然后这不关我的事后 这劳动部的事情 你可以叫劳动部去处理 嗯 我们今天早上才在高家瑋余委员办公司 开了一场非常激烈的协调会 嗯 长达两个小时互骂没有结果 嗯 嗯 我是听高家瑋余委员的质询 有看到他讲这一段就是 这个公路总局把你们的这个外送的这个 外送委员的这个造势事故的资料 直接外交给平台 我看到这个就是傻眼就是这个可能不只是那个管理的问题 这个这个难道没有违反个资法吗 没有 我们觉得是有 我们觉得是有违反个资法 可是交通部的法务以及他们询问的咨询的对象 他们都认为没有他们都是在他们认为把法律位阶部分 他们已经用命令的层级来做做规定了 所以他们认为这是符合授权的 那我就很不赞同啊 各资法它是特种授权 那怎么可以用行政命令的位置来做解释 这开什么玩笑 如果这样子扩权的话 我们全民的资料政府都可以随便乱用 这不是这样子吧 而且他现在提供资料的方式是很有问题的 他是提供 他是由全部 由平台 由平台提供名单给交通部 交通部把这些人的资料全部给他 那这是现阶段哦 他未来会有一个创接平台 创接平台就是开放 外送平台业者自己去查我们的资料 那这样就出现到 对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平台业者怎么认定我们是外送员 外送员资格是由谁认定 因为由平台业者认定 那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我不是外送员 可是我可能被混在点餐系统里面 有我的个资在里面 那平台拿我的资料去查 查得到每个人的个资 那是很大的问题 那不是只是外送员的个资会被查到 只要在列册里面的个资都会查到 而且如果不是外送员 你已经不是外送员 那你怎么确定你不在那个名册里面 而且外送员认定如果没有明确的雇佣关系 那可能随时你已经 就像你刚刚说你已经离开了某个地方一段时间 你还是可能在他列册里面 没错没错没错 还是可能在他列册里面 而且还牵涉到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能力没有办法去勾计说 你到底什么时候是上线时间 什么时候不是上线时间 然后你又开放各个平台 依照列册名册去查 然后我只要我只要有任何甚至不在不在营业时段之内的违规 那我会通知到我如果加入五个平台 他会通知五个平台 这超夸张的 这超夸张的 听起来很荒谬啊 另类的良民症 对听起来很荒谬 可是我们像在今天的协商过程中 我们就发现说交通部那根脑袋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沟通 他们认为他们一直认为说他们是合法的 合法的 但是他们在监管这些东西 他们一定要提供这个资料 那我们已经 我们其实已经提出一些对案 例如说我们觉得外送人的事故应该做道安讲习 或者是安家的训练 那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有效的能改变外送人的驾驶观念 我不否认有些外送人的驾驶观念真的烂到一种夸张的经济 那很大的部分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系统性训练 我们国家的考照制度其实蛮宽松的 我自己身边有个伙伴 他就是他可能 他最高纪录是一个月八次事故 第一年考照 对第一年考照 他近四个月也有四次 他已经变少了 他在错误中学习 他在事故中学习 已经减少了 可是如果这样子的人他能接受安家训练的话 他是不是会瞬间降低很多 其实会 因为他就是驾驶观念 不是很正确造成的 对啊 很多人因为要 他可能因为有一些压力 或者不愿意等那么久的红绿灯 因为台北市的红绿灯真的也很久 你一个99秒 你右转之后又99秒 他自然而然都会想一些比较 想要违规啊 或怎么样去做送餐的动作 那我们就觉得说 好那如果怎么样降低这样的状况 其实是要做安家训练 那种或者说你要从结构性去改变 你像我们四月的时候有开一场记者会 在今年三四月的时候 福片打在台中先优先示范降薪的那种状况 那在降薪那个过程中 我们的从台中市外送平台职业公会的一些数据显示 直带率就翻升了两三倍以上 嗯 对这非常夸张啦 非常夸张的飞速 以非常夸张的飞速在成长 直带状况 那我就觉得我们是认为说 政府应该是要全盘的正式这样子的问题 而不是放任一个单一部位去乱搞 或者搞外送源 对啊 而且 呃 这些交通部提供这些资料之后 他甚至跟我们讲 我们甚至问他说 那你有没有办法克责平台说 不要对我们做停权的处分 你可以做安家或者驾训啊什么什么 那你们有没有办法对他克责 那如果他违反的话 你有没有办法惩处他 那我们说没有办法 应该是没有办法 对没有办法 对啊 对啊 看这个部会多好做啊 我有钱必丢资料给你 不过从交通部的角度来讲 他的角度 他就是要解决他自己的交通这个平台 外送源的这个造势的问题吧 要不然他也会承受到很大的压力 但是当然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对他而言他不会考虑到所谓的 这种牵一把动全身 然后这个彼此之间的 这种所谓共办效应等等的问题 所以就像你刚刚提到 这可能是一个整体的政策 待会我们再回过头来谈 这个政策的部分 我想要再回到一个更基础的问题 你刚刚谈到 这个外送源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车祸 有不怕原因是来自于他的观念 交通观念问题 行车观念的问题 但是会不会跟这个平台业者的派单的方式 或者是给新的方式 基金的方式是有关的 因为我必须要在很长时间 要去赶快抢很多的单 所以我当然就有可能会违规的事情 就很容易发生 其实应该回过头来 外送源在路上的时间 本身就是一般人的可能5到10倍 我刚刚说了 我如果努力跑一天是跑13到16个小时 但是一般人在路上的时间 大概一天两个小时很多了 大概一通勤家去吃个饭 去跟朋友交际一下 那两个小时大概是很极限的一个数字了 那我的数字就是别人的6倍啦 我那13到16个小时就六七倍 七八倍以上 那更多的甚至有些人只期一个小时 那我就是他的十几倍 那可是其实我们自己在算他的事故率 并没有真的高到十几倍啊 大概只有大概两到三倍 两到三倍的状况 那所以呢 到底是因为外送源变多了 他的在路上的时间变长了 所以造成外送的事故增加 那还是 比如说我们很明确的有得到一些数据 就是说啊 之前我刚刚讲的台中市 台中市的数据嘛 在平台降薪之后 那我们的事故率就急剧提升 这也是一个客观的数据 那 那我们其实详细的状况 中央部会他有统计资料 可是他也没有公开 他也没有详细去深究 甚至每一个事故 到底是外送源 他是造势的主因 还是次因 他五折的比例 到底多少 我们这些都没有看到任何的数据 这些其实都是 外送源相关的 未定的资料的啊 这只是要不要拿出来 跑数字 跑统计的差别 对 对 可是他在没有做这些统计之前 他就是 直接把我们的违规资料 再往平台丢 我老实讲 我觉得这就是甩锅啦 这就是甩锅 那我 我只是 我只是给社会有一个交代 我只是给那个盯我的委员 有一个交代 或者整技部 他在纠正我们的时候 那我给他们有一个交代 他没有真的要做 他就是 他就是只想应付 应付的都他也不管后果 完全不管后果 对 对 这个的确是一个 如果交通部的政策是 因为这个外在压力 然后去做的回应 这可以理解 可是在回应之前 这其实很多的政策 是必须要通过科学的过程 是 可是他们没有经过科学的 基本的分析 我们有所谓交通运输 相关的研究所跟研究单位 事实上也都可以去做 因为 如果这些东西是好好的统计 好好的去找出他因果关系 这个政策的制定也会相对之下 会比较精确 比较精准 我们刚刚谈到的是 在交通风险部分 也就是外送员可能会经常 会面临到的交通的风险 那除了交通事故的风险之外 外送员还会遇到什么样的 风险的状况呢 例如说 台风天要去接单吗 或台风天有可能拒绝接单吗 那如果拒绝接单 会不会又被达成率又很低 然后又被扣钱或是干嘛干嘛 或是寄了一个打了一个XX负面的印记呢 好 其实台风天的问题 前几年都运作的蛮顺利的啦 台风天大家就是 都是跟着地方政府休假 这个地方政府宣布 这边停班 台北市停班停课 大概就整天就停掉了 可是今年出现了一个变化 因为我们的台北市长 他做了不一样的政策 所以这个一池春水被打乱了 他今年的状况是说 他要求在几点几分之前 完全停止送餐 可是恢复时间由平台自主决定 我们就傻眼了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不是前几年运作的很顺利吗 反正台风架就是跟着地方休 那不然放一天放两天 我们就跟着休 这12点到12点 总共5月12点到 但隔天的5月12点 那怎么忽然之间 那个台北市长下了这样的指示 那整个就吹奏一池春水 那平台就真的提早营业了 你知道吗 我们就傻了 其实外面风还在吹 雨还在响 对他来讲说是因为外面风力很大 他这个才有生意做 可是我们觉得安全 外送员的安全还是相对的会比较重要 那你们可以拒绝吗 因为他会派单 那派单状况你们可以拒绝吗 如果是譬如说啦 如果是排班制的话 排班制的话你如果不上班的话 那你会被扣 你会被扣那个积分 如果积分的话你可能得选班的 下一次选班的优先顺序可能就会往后掉 所以你会被迫有一些不太 不是很想出去工作的外送员 他可能为了怕掉组 可能为了怕那个选班顺序受到影响 不能选到自己想要的班 那可能他就被迫要出去 所以我认为说这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 就是照地方政府休假的状况就好了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有在跟台北市政府沟通 我认为说我们以前都运作的好好的 为什么今年突然变了 对啊 对啊 我们也是要在沟通这块东西 他至于其他的工 对啊 还有其他风险的话就是 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攻击 攻击 对攻击 野狗 其实乡下地方一样会有野狗攻击 那或者说是客人他情绪失控 对情绪失控 我们也是有遇过 那或者管理员 他甚至不是跟客人他是跟管理员起冲突 那我们都会啊 我们都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奇怪的状况 那这些对我们来讲呢 呃 虽然不是特别大的风险 可是多多少少都还是会遇到 像有一些女性的外送人 他会遇到奇怪客 那时候会遇到一些奇怪客去骚扰 嗯 嗯 OK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风险 台风也好或是车祸也好 或是刚刚谈到信烧或是被打 那其实都是一个在工作过程当中 会遇到的 那严格来讲 他其实就是直灾 就是直灾里面 可能会遇到了各式各样的状况 那呃 这些直灾是有一些相关的保障吗 或者是一旦遇到的这些直灾 包括车祸 等等的问题 因为你是因公受伤吗 你是因公这件事情 因为你的公务公事而发生了车祸 那这个公司会协助处理吗 好 这还蛮好玩的 那个目前的状况是这样 因为在前年的时候 有两个外送员死亡的事故 可能在媒体上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嗯 所以时任的台北市劳动局长 赖湘林局长 他就制定了外送平台管理的相关的 这是条例草案 然后有下一任的局长 陈信于手上通过实施 那这个部分他就里面有包 规定到要提供 外送平台要提供给外送员相关的意外保险 意外保险是全实性的 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在外送工作 你有没有在执行平台的勤务都都算 那他相关的保障内容是 有死亡失能的给付300万 以及住院日额给付一天1000块 自己十之十负的意外 十之十负医疗费用3万块 那当然保障额度不是很高 尤其在医疗费用部分 那我们目前也都在争取增加 那可是呢 目前我们遇到一些状况就是有一些部分伙伴 他受比较重伤的情形 那我们会协助他做劳资调解 劳资调解的话可能会 我们会要求平台要给付相关的雇主责任 那以现况来讲 绝大多数平台其实有负费 其实有负责 对因为他可能也担心说 我们如果把这个案件上告了法院 那可能会造成承反跟雇佣的认定问题 如果有法院来认定这个问题的话 他们不见得有利 所以在个案的状况下 他们比较愿意去核解 现在目前的状况是这样 你刚才是指的只有在台北市吧 因为那个自治条例目前就只有台北市定 台北市的自治条例 它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效果 就是全国的锚定效果 那因为大部分的公司的所在地都在台北市 对大部分公司所在地在台北市 那即便Uber Eats 为了要逃避台北市的监管 把总部移到新北市去 登记总部移到新北市去 对 应该自定当中之吧 对 可是新北市的自治条例也差不多要过了 所以他也没办法逃避 所以就变成说 只要有首都 他其实就算只是自治条例 他也是对全国有锚定的效果 而且目前还是全国的外送员都拥有这样子的保障 对 那目前呢 比较缺乏的部分是第三责任型 营业用的第三责任型的部分 那因为金管会 这又 你看我们又想到一个补会 又多一个补会 叫金管会 金管会呢 因为他正定了外送外送员的行为是营业行为 是类似债客债或盈利的行为 所以他在如果是自用的第三责任型 他立为是不赔的条款 不理赔的条款 所以现在有些保险公司就 推出了营业用的机车型的部分 来补足大家的需求 那可是呢 这费用的话其实相对是高很多 就像有某家保险公司 他涨他这几年间把费用打涨了四倍左右 原本三千多块 现在大概一万多块才买得到营业用的机车型 那对于外送员的负担其实是很大 那而且这样子的知识其实也不够广为流传 甚至很多保险业务员都不知道 所以就造成很多的事故中 外送员遇到车祸的时候没有钱赔对方 赔不了对方 赔不了对方的状况下 那可能对方可能会连平台一起搞进去 那目前我们有看到一两个案 可是目前都还没有特别的结果 所以我们还在观察中 那近期台南市的自治条例 他就有提出草案的部分 他就有提出说平台应该也要为外送员偷保 这样子的营业机车的保险 那有加入讨论 那当然有一些细节上的东西 我们也在跟台南市那边做讨论 那可能会用其他另外一种方式来做 来实施这样的状况 因为还是要牵涉到目前的保险法规 有点盲点的问题 看起来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团体 非常复杂的 然后你们在从事这种外送员 权益保障的劳工运动 你们要fight的对象 超多的 不是只有劳动部 看起来交通部今天早上去找找 对对对对 其他的 哇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我看过一个很难搞的一个运动 运动 对对对对非常非常 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是一个难值得大家去关心关注的 那谈到这个运动当然是很复杂 可是回到一个更根本的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 外送员跟雇主跟平台业者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那但是一般来讲都会谈到是两种 一种是雇佣 雇佣当然就是你就是一个符合劳基法 然后也会去应该有的保障保险 但是你的相对之下 可能就会弹性就没有那么高 对那所以有些人就是说 甚至包括外送员会觉得说 啊我就承担关系就好了 我想做就做 我不想做就不要做 然后该有的保险 也不见得要用一种所谓的雇主的方式 我们也可以用其他方法 来包括你刚刚提到投保的方式 所以这种所谓的雇佣关系也好 或承担关系也好 到底对于外送员 或者是对于平台业者 他有各自有什么好处 跟跟什么样的这个缺点呢 嗯 其实雇佣制呢 对外送员来讲 他就是公时弹性就消失了 对 大家最 最想要的公时弹性 他就变成没有弹性了 因为他就被限定了 每周公时就是多少 最高加班时数多少 他就被 这些法 牢基法限时在那边 所以变成说外送员 他们对于自己要不要成为雇佣劳工 他其实是大部分是不是那么愿意的 可是道理 那如果说不是雇佣劳工 他又他是不是承拦呢 我觉得又不像 其实又不像 因为我们的一些管控啊 平台对我们的管控是蛮严格的 所以他这个从属性是还蛮明确的 对 就是他的从属关系 他的指派的关系是很明确的 对对对 我觉得是很明确的 有这样指派从属性的关系 那所以他其实也不太符合 承拦制的一些要件 那现在呢 劳动部也没有针对这样的样态做很明确认定 做通牌认定 没有 他是做个案认定 就是你有出状况我来做个案认定 就是个案认定 对对个案认定 所以通常会遇到一种状况 就是我遇到重大事故 那我像地方劳工决定 劳动部提出这样子的雇佣认定的时候 通常会过 通常就认定你是雇佣 认定是雇佣 副主就要负担 副主责任就要赔钱 对 那通常是这个时候才会被认定成雇佣 所以所以很吊诡的啦 就是只有你死掉了或中伤了才会被认定为雇佣 对 现在现况是这样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如果没有这种状况的话 那通常都还是以合约来走 那甚至呢 我们在进行一些劳资调节的时候 某些地方政府 跟中央政府的观念不一致 会有不一致的状况 他甚至会因为跟外送员说 你这是承揽制的工作啊 然后不能收啊 劳资调节不能收啊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是有一一去跟地方政府做沟通啊 有沟通过的大致上 劳控主管机关都愿意 都愿意特案来做处理 等他没有沟通过的他可能还在挡 这我们还不是很确定 因为我们也还没有联系到所有的县市的状况 嗯嗯嗯嗯 ok 呃所以 这里看起来各有各的好处 各有各的缺点 特别是刚刚谈到这种 呃比较弹性化的方式 自由的方式 对于这些呃外送员是 有些外送员是好的 但是其实刚刚谈到的劳资调节 或者一些相关的劳资法应该有的保障 或是劳动 对啊比如说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就 如果在承揽之就不存在 对特别是这样 不存在的话 不存在的话 他其实更需要法律的保障 要不然呃 虽然蔡英文说自己去跟老板谈 这个老板谈 自己跟雇主谈跟老板谈 你要有一些法律的基础保障 你才有美丽跟老板 是啊是啊不然怎么谈 那我们就遇到一些伙伴 那最后谈不下来的时候 那资方就丢一句 啊你是承揽之我 我就不跟你谈 那就然后劳资调节 劳动劳工局可能就发交地方 地方区公所调节 就一般调节 就已经不是劳资调节 就发交一般调节 对 就是我们一般到区公所 施公所的调节 有人会调节车祸那种状况 对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其实是蛮多 是跟劳动法规 然后是非常专业的 在地方的未必有能力 去做这样的一个调节 是是可是因为他已经做过劳资调节 是那个破绝了破绝了 之后劳工局就把它丢到地方 区公所去再做调节 因为我就觉得很荒谬 哈哈哈 那个地方的地方政府那种调节 因为很多都是退休的 或是已经这个当地的这些大老级的人物 然后真的是出来瞧事情的 这个是不太一样 那个落差 对啊 那这个当然这个状况 也许台湾有台湾的法规的一些规范跟限制 那其他国家呢 其他国家的对于所谓外送人的保障是怎么样 那你曾经也提到过 我们可以仿效外国设立所谓的内劳工的机制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啊 它实际的做法又会是什么呢 内劳工的话 以像德国来讲 它是镇定的比较宽松 就是你只要有50%的收入 来自单一的公司 我们在这里就是以单一的平台 来自单一平台 那你就算是内劳工 这间公司就要帮你负担相应的社会保险 一些就福利的制度都要都要包含在内 那你你不完全是他的雇佣员工 可是可是他一样要帮你负担相应的 不是可能不是百分之百 可能也是百分之50 相对的这样子的社会保险条件 你公司也要帮他寄付 那我觉得这是相对合理的 我们觉得说这是比较能 目前看起来比较能够在雇佣 跟陈阮中取得平衡点的一种方式 那目前西班牙也有一种方式 是用专法立专法的方式来解决 他也没有在陈阮跟雇佣之间纠结 他直接立一个专法 立一个专法 那可是因为西班牙本身就有内劳工法 那内劳工法是比较严格 是70%以上的收入来自单一平台才算 可是他的专法就等于说 把这个70%的框架解开了 你只要是平台的 你只要是平台的所属的起手 他们叫Rider 那平台就应该要帮你解雇 相关的社会保险 这是比较特殊的状况 那我们目前的做法 我们目前在诉求的部分 也是希望能够立专法 其实我们跟一些劳工学者 比如邱玉凡教授啊 李建宏教授 我们聊了很多 我们觉得说 我们一开始觉得说要做内劳工 可是内劳工呢 其实教授他们很担心 大家也都很担心说 要是这个法立了之后 那有很多雇佣的员工 调到内劳工那怎么办 全力受损 我们也知道台湾的资方很厉害 他一定会想方设法 可以帮你降阶 省成本就省成本 那就反而是不好的一个状况 而且如果有这么大争议的话 我们要立法 可能他是旷日费时 修不出来 所以我们就后来 我们后来经过不断的讨论 那刚好也有疫情期间 有一个空白 我们就参与了非常多的讨论 我们后来认为说 就是专法可能是比较合适的方式 专法它的局限性 它的局限性就是在 我们这样子外送单一产业 它不会去外扩影响到其他产业 其他产业如果要比照的话 它也是要另外修一个专法 才有办法做比照 那这样我们在修 我们自己行业的专法的时候 它比较不会受到 其他行业的干扰或者指导 指导或者说 忽然之间我们修的差不多 可能资方的代表换 突然之间来了说 这不行 这对我们成本的孤单太大 那就催了不会 因为现在的主要的平台 毕竟都是国际平台 跟这些在台湾的商界大佬 比较没有太大的联系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利专法可能会是相对 比较有利一点的做法 然后我们的权利 其实不只是对 不只是对平台跟外送人间的 包括平台跟餐厅间的 以及跟消费者间的 现在全力一五 我觉得都可以在这个部分把它定的清楚 那它也是一个新的业态 那未来喔 政府可能会成立一个科技新的部会 来的科技相关的部会 那可能我们这种样态的产业 可能会被丢进去纳管 也不一定 正式的把它丢进去 那个新的部会纳管也不一定 因为它是比较科技类的相关的部会 这样一个立法的过程 现在的委员的态度是什么 或者是有会一些 包括上过去跟劳工权有关的法规 大概都会遇到 可能一般的普遍的大众也会有些疑虑 那特别是资方也会有一些疑虑 你们在推这样的一个立砖法的 这个过程当中 遇到什么样的阻碍吗 或是一般的 包括立法委员的态度又是什么呢 其实目前还蛮顺利的 没有遇到什么阻碍 因为外送的问题层出不穷 其实你社会上不管是哪一个委员 他都已经认识到 这个问题要处理 这个问题应该要处理 只是怎么处理呢 大家没有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到底我要用A的方法处理 或B的方法处理 或C的方法处理 或者大家到底要什么 大家没有一个概念 那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东西推进立法院 专法的概念推进立法院的话 那相对的 我们有一个基础在那里 其他委员他就会知道说工会的立场是这样 那我们也许可以往这个方向来做修正 我们目前已经有配合几个委员准备再提出草案 那我们已经有开了工作小组 然后再做法案的编写 已经开 我已经慢慢的已经启动了 那有一个委员他承诺我 他明年可能要选举了 他承诺我们说他会在卸任前 然后在辞职前丢一个投石问路版的草案出来 给大家 让大家去做参考做议规这样子 那当然也有其他执政党的委员 例如在野党的委员 其实都有相应的版本 我们都有在讨论中 所以我觉得并不是那么悲观 这个专法来说并不是那么悲观 而且我会觉得其实这是我在 我看到法案的推动过程中 搞不好或是相对顺利的状况 只是道理内容会怎样 我目前还不敢确定 那的确因为 对对对对 有时候那个神秘的事例还没有出来 对对对对对 神秘的事例莫名其妙 就在最后横插一杠 就啊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这才有利益 台湾的利益 我过程有时候很顺利 但是常常会一些神秘的利益都出现 这个你都不知道到底 这些利益是从哪来来 为什么这个委员会转向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 还是要小心行政的利益 然后还是要这个该有的压力 还是要有 所以其实在这个推动的过程当中 刚刚谈到除了这个推动法案之外 事实上你们也成立了外送员产业工会 对吧 是的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为什么会想要成立这个组织 那目前有什么样 有多少人参加这个组织呢 其实我们会成立外送产业工会 一个很明确的状况 就是说我们其实需要一个组织 我们需要一个工会的名义 来跟政府做对话 来跟媒体做发声 来跟政府部门做沟通 不然的话以前我是一个人在做 我一个人在做 我们就发现说 那你就是单一外送员 你的意见不代表说我外送你的意见 对 那很容易就被打枪了 虽然说 虽然说还是有推动一些东西 可是它的效果 效益来说就是不是那么的明确 也不是那么强 那如果有工会这个组织的话 所以是产业工会这个组织 那它会比较 它会比较能够有橱窗的效果 譬如说媒体访问 以前 访问外送员他都怎么访问 在路上一个一个找外送员 找了十个外送员 访问有十种不一样的意见 哪一个是对的 媒体也不知道啊 怎么知道谁是对的 那如果是十个外送员 再加上一个工会的意见 工会把它汇征起来 那也许就对了 那这个方向可能就是 比较明确 那在比较明确的状况下 政府机关包括立法委员部分 包括媒体 到最后到社会约定大众 他比较能够了解外送伙伴真正的需求 意见就不会那么分散 那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目标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取得相应的地位 比如说我们有工会的地位之后 那一些政府部门的协调会议啦 工厅会啊 我们都能够比较容易的进去参与 不然的话像之前的修法会议 他们就没有邀请我 那是台北市劳动局长忽然间传私讯给我说 我们几号要开会耶 你要不要一起来 开会喔 那好啊 那我一起去啊 那时候工会还在筹备会的过程中 草丰局长突然传一个给我这个 传一个讯息给我 详细的内容都没有 一到现场我才发现 哎呦这是很严肃的很大型修法讨论会 还好我都有做准备 那不然的话就糟糕了 那我们会希望说 我们可以事先的明确的合法的参与到这个会议 那我们也可以事先得到一些资讯 那我们可以比较明确的提出我们要的东西 那不会有很发散的状况 因为我们其实都会整过大家的意见 就比较不会有很发散 A一个意见 B一个意见 到底要什么大家不知道的状况 对的确成熟的民主国家 这种所谓的公民团体或是民间的组织 不管是工会也好或是社团也好 事实上是会越蓬勃 那一部分他是代表一种 公民力量的展现跟参与 另外一部分事实上他也有某种的 这种不同意见的代表性 他才能够汇整出一些意见 然后会有比较大的力量 要不然其实都是各自各别 他其实会是一种 有可能好一点就是英雄主义 那差一点就是一盘餐 到底代表谁 然后大家炒成一团 最后什么事情都一事无成 所以这个社会组织 公民组织 事实上在民主社会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 那当然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 外送源的问题 也不是只有在台湾发生 这些争议在很多国家都会发生 那包括他的 刚刚谈到车祸也好 或者是这种薪资上面的 不合理被剥削等等的问题也好 我们看到也越来越多的国家的 不同的国家的外送源 开始出现 这种抗议或者是罢工的问题 那也在上个月吧 就是香港的Fu Panda 也发生了这个罢工的争议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件 那后来好像是一个比较圆满落幕的情况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发展 那外送源协会其实 就是你们所谓的外送源工会 其实在过程当中也发表声明 做了一些支持 你们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呢 其实香港因为他没有相关的工会组织 所以他这次其实是自主发动的 一些抗争的行动 那原因的话 其实也很明确 就是薪水被扣了 就被降薪了 那降薪了之后呢 他们希望说那要回到原本的薪水 那所以发动这样子的罢工 那以他们 因为我后来有进行一次国际的会议 国际讨论会议 我们有跟他们直接做接触的结果是 他们实际参与的大概是 三四百个人 三四百个人 然后他主要的瘫痪对象是Fu Panda的 他直营的超市 直营的外送超市 Fu Panda自己在香港只营超市 在台湾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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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熊猫超市 在AC2打开就有了 那他主要瘫痪的对象是这样 但是他们就在外面聚集 然后点到餐就不去取 接到单就不去取餐 就这样瘫痪作业 那你说对了最后他们有得到什么很好的成果吗 其实我们在看整个内行 我们认为是差了蛮多的 OK怎么说 对差蛮多的 感觉上外险看起来是说 他好像争取到了 回复到一点点的权益 可是实际上是给资方一个拖延的状况 他说明年我们再定啊再重新讨论 那我现在先把你回复一点点 离他们恢复的目标其实还差距蛮大 所以有点缓兵之际的做法 缓兵之际的做法 我把我把争议往后演的这种做法 对啊那所以你要说成功吗 我觉得还算是可以 可是你说是完全的胜利吗 我觉得是也没有 就是他的状况确实是离 我们争到权利的结果还差很远 那我觉得台湾的外送员 要做罢工这件事情真的是太困难 台湾的民情对于罢工这件事情 他并不是正面的 他并不是一个很正面的看法 从我们历史上遇到的罢工 大概支持跟反对都是两级 虽然近年稍稍好一点 愿意支持罢工没有像过去那么少 比较多一点点的 可是他还是一个弱势的状况 然后你发当你发动了罢工的运动的时候 社会的抨击是排山倒海而来 那甚至还有最多就是不爽不要做 你不爽你不爽你不要做 你干嘛来你干嘛来摊晃我们 那这样这些生活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说 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一点 那再加上外送伙伴 他本身持这样意见的人就不少了 他们对于罢工来说 他其实持负面看法的人就不少了 我们比较没有那么积极的说非罢工不可 或怎么样发动罢工 我们反而是希望从媒体立法的方便 媒体立法以及跟政府沟通的方式 看能不能克责政府来要求平台 我觉得这刚好是台湾民主运作 会比其他地方顺畅一点 那也许这是我们目前比较容易做到 反而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比罢工还容易 你觉得罢工是争取权益的手段之一 但是也不是唯一的手段 他应该还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但是不管他是手段之一 或是唯一的手段 我们对于所谓的罢工 或是对于一个劳动意识 他应该是要有 或者是说我们这个社会怎么去看待罢工 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 那常常有时候我们不太懂 这个罢工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前两天在我的班上跟大家 因为我们是科系 我们就跟大家聊到韩国的MBC 韩国的公共电视的罢工 然后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同学就有一个同学问说 他们在罢工的时候 还有在跑新闻吗 我说当然没有 罢工就没有要跑新闻 如果跑新闻 那不是罢工 所以这个就会是说 他们就会觉得说 他的背后要讲是说 那这样子观众的权益怎么办 那政府要不要监督 那这个就会变成是一个 怎么去看待罢工的问题 这当然也是一种面向 只是说这样的一个面向 可能对罢工的这件事情的理解 他可能还是在某些的层面上面 也许可以有更多 相对更多的一些讨论 那回到在外送员本身的 工作权益上面 就是你刚刚也提到说 在疫情期间有很多人 不少人 其实转航到了外送员 那所以在外送员 在疫情的工作的时候 其实比例很多 因为大家就像我刚刚谈到 我平常也不叫外送 可是在疫情期间 我们家的人有App 我们就叫外送 所以在外送的过程当中 这疫情期间外送员的工作状况 是什么 然后每天都会接触到不同的人群 会有一些相关的保护措施 或者是在疫苗部分 有一些保障的这个施打的顺序吗 嗯 其实在疫情期间的话 我们那个时候单量是突然暴增 主要当然是因为像大家不敢出门了嘛 都以外送为主要的购物平台 那以及有一些外送员 他也恐惧疫情 他就暂时休息 嗯 对 就是一销一掌之间 造成外送员其实蛮溃乏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平台 是寄出高薪奖金 来国一外送员做外送 我们那个时候一单可能都有百来快 嗯 平均一单可能都有百来快 跟现在只有三十十块 四五十块不可同日 对 那可能每个小时都有六七单以上 六七单以上 你就可以想在那个期间 我们可能每个小时是赚七八百块 六七百块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的状况 那当然我们是单一 但是染疫的高风险 那我们所以我们在五月 从五月十四号开始 就是进入三级警戒开始 我们就一直呼吁 中央应该要让外送员 去优先师打疫苗 那直到六月二十二号 二十三号 那我才正式公告外送 北北基陶的外送员是 第七类优先师打 也没有到全台 那只有到北北基陶的 北部的地区 那是优先师打 那我们从七月开始师打 一直从七月初打到七月底 那大概把大部分的 北北基陶的外送员的第一季都打完了 那我们我们其实也是从这里才知道我们交通部的造册 公司总局的造册状况非常的糟糕 所以他们提出说要做勾击啊 我们其实都不相信他 因为他帮帮我们造册疫苗的状况 我们就觉得非常的荒谬 他们本来承诺我们要用疫苗的查询系统 两天后就可以上线 那两天后上线之后 大概一天就被我们炸到下线 那下线了之后他怎么办呢 他用完全人工处理 发简讯以及打电话 他真的一个一个打 打到我们外送员手机 手机里面叫他赶快去打疫苗 那我就觉得说 我们国家的科技真的烂到这种程度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都可以 都直接可以处理掉了 那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不过在整体疫情期间还好啦 就是我们有争取到优先是打疫苗 所以在疫情中后期 我们的外送伙伴是相对安心很多 因为有疫苗的保护 大家还比较敢出去外送 虽然说我自己本身比较倒霉 我常常都踩到有人确诊的地点 我都自主隔离蛮久的这样 我大概是很夸张 对我很夸张 我大概过几天我就看心 我说糟糕 前两天去的地方有确诊者 那我怎么办 那那个时候因为台北市啊 有一些县市它确诊人数太多 它已经不发狂烈 它已经不发狂烈 所以你要自己注意自己注意的话 那我不是等一段时间之后 我先自己在家灌一个礼拜 然后我自己去PCR 嗯 那这样就 对啊 这个礼拜你都完全没有收入 没有没有工作 对没有收入 我就乖乖呆着不敢出去 我怕出力害人 对啊 然后等到PCR阴性了之后 很开心啊 那我不是可以去哪里了 然后去哪里之后 过两天 我那天去那个地方 它有确诊者 而且七八个 嗯 不知道是糟糕 怎么又中了 就连续这样巡回两三次 我大概平均两三个礼拜 就要做一次PCR 嗯 所以你说自己还自费去做PCR 对不对 不用啦 那个不用做自费 对 因为已经有 它已经开放大家自己去筛检 所以其实不用不用费用 而且外送员大家都知道是高工贤职业族群 所以我们说是外送员大概医院都不会大 嗯 嗯 所以是还好 目前 嗯 那也很很感谢这段期间啊 就是如果不是疫情的话 我们其实也没有这种缓冲空间 去做一些 政策上的协商 因为刚好政府部门也都 大家在关注疫情 要不要没有空处理其他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比较 我们也有比较多的时间去汇集我们的意见 不然如果 最近的事情提前发生的话 其实我们还真不知道怎么应该 因为都没有公司 嗯 OK 好 时间关系我们大概是9点29分 8点29分 大概快30分了 那 老师们可以开始要准备来做一些提问 你可以待会举手或者是在旁边的这个留言区当中 来留下你的一些意见跟看法 来 我关于外送员的部分都可以欢迎大家来提出来 那我们再请博豪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呼应 那在老师这个准备 或者是你开始已经在打字的时候 或是你开始在考虑要不要举手的时候 大家都一定要多多的发言 因为我们都鼓励我们的学生发言 所以老师们一定要多多发言 那在你准备的时候 我想要再请教博豪一个问题 其实 刚刚整个听下来 其实 外送员的工作到底有什么好 就是 除了 在一开始的时候钱不少 然后 看起来目前好处就是时间是弹性 然后这弹性是你随时都可以有比较自由 你想做就做 不想做就不做 那如果你跑的勤快一点的话 你还是薪水比较高 但是 但是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 例如说 计算薪资的方式是一种不透明的 然后遇到了植栽的风险 其实也很高 那 然后自己的各自 可能也会莫名其妙的 这些称呼给 由政府送给你的雇主吗 现在可能要挂号 他到底是不是雇主 哈哈哈 对 这是做为什么 到底有什么好 那但是比例又 人数越来越高 到底是怎样 就是面临的问题那么多 可是还是有很多人投入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他就是反映了我们 现在就业市场的一些不合理状况 我们就业市场状况 其实是低薪过于严重 那以大学毕业生社会新鲜人来讲 他的起薪过低 以及被压榨的程度过高 我们虽然法定工时每天是8小时 每周是40个小时 那可是呢 那我们都知道在一般产业 如果你要合理到下班 其实也是10到12个小时 对啊 大概也都是 你会被自愿加班这么久 那如果你会 高中老师都自愿加班 对对对啊 在这里设严习的课程 高中老师的起薪是相对比较高一点的 大概都4万多起跳 因为我爸妈是教育人员 所以我大概知道相关的薪资计算比较准 那那可是呢 可是呢 我们一般外面外面的工作其实并没有 很多工作甚至是2万多 你要加上加班之后 你一个月才有可能到3万多 嗯 那以外送来讲 你如果工作 你如果工作超过这个时间 因为你可以无限延长嘛 延长到你累了为止 那如果真的到13到16个小时的时候 整理赚起来 可能还是会比做工厂好一些 嗯 一般的工作好一些 那当然以前是好很多 所以大家趋之路一直加进来 那现在是好一些 可能还是好一些 因为你把工时拉长 其实就是你把你的时间 你投入更多的时间去换取更多的钱 那这样子的状况 嗯 如果啦 我们整体的就业市场没有改变的话 可能外送人员的这种风潮 还是会持续 这种状况 其实在对岸中国大陆 其实已经很明确的有产生了 就是前几年都很明确啊 就是大家要做外送人不去做工厂 对 就是一般的厂业 因为在大陆外送人员 一个月可能7000到1万人民币 那套一点而已 比如深圳有人很厉害的可以做到1万5到2万 但是你当工厂不可能那么高啊 工厂就像你北上广深可能才五六千块 对啊 相对外送人员来讲是低的 当然它风险是高的 可是人在 如果人在一个困境的时候 他其实不会去关注到那么多的风险 他会选择比较快来钱 拿到钱的方式 就像我当初我很需要钱 很需要钱 我要维持我的 我可以在地方上做经营 那我可能在 也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 甚至还要储存一些竞选经费 那我就会觉得说 这样来钱很快啊 我曾经一个月最多 如果最多可能弄到十几万都有啊 当初 那即便是到去年 我还曾经一直月赚13万 曾经啦 那当然赚了 赚到那个13万之后 觉得里程碑达到了 我就放空放了快半年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啊 可是就是你的自由度相对很高 你比较不会受控制 就像后来即便有些外送伙伴 他已经找到正职工作 他可能还是用他下班时间来做 嗯 来做补贴 那有些人因为外送条件变差了嘛 他就还是选择去找一个正职工作 正职工作之余他再来跑 对啊 这样子的人也是有 那这边外送收入是他的补贴 嗯 这样子状况也是不少啦 包括有做保全的啦 做各行各地其实都有啦 都有的 这其实也反映出他的本业的薪资 恐怕也不是太高 所以他必须用这种方法去做补贴 这也反映出 整体台湾的薪资结构 或是不同产业之间的这种 这种流动 其实都反映出这种整个国家的 政策的发展 或是产业的形态 或是薪资结构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很好奇你一个月赚13万 你到底是跑多久时间啊 那个月吗 400个小时 400个小时 所以一天是平均十几个 14到16 那那个月真的特别勤啦 14到16个小时 OK 14到16 所以你睡觉以外的时间都在跑单 对睡觉以外的时间都骑在机车上 哇塞啊你不会在机车上面睡着吗 是不会啦是不会 因为你你你已经做那种疲劳的状态下 你一般你回到家是站到床就睡着了 嗯嗯 所以不会在反正不会在机车上面睡着 不容易 对对对 好来我们的老师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疑问 或是什么样的问题都请欢迎大家提出来 好呃这里简简爱明老师有提到说 呃苏理士请问哪一个亚洲国家的外送人的法律保障是比较好的 那业者也是同意支持的 有什么样的诱因可以让业者愿意配合 那因为西班牙的歧视法的制定仍然是有一些业者不愿意配合 所以呃这个呃博浩可以告诉我们在亚洲的其他国家的这种保障的状况吗 欸西亚洲的保障状况的话 我觉得目前来讲都还都不太好 那如果说变革比较大的话 最近变革最大的是对岸中国大陆 对岸中国大陆他从从以前这样从以前这样子承认的方式也蛮发展的状况 目前已经被北京中央政府克责说要要求外送平台帮外送员投保无险一金 就是所谓社会保险 这是变革最大的 他这样一变革之后他反而变最好的 他从最烂的变最好的 但是我们都我们也是我们也是在观察中国大陆的相关的状况 对那业者当然是都不愿意配合啦 跟对于业者来讲增加成本怎么会有一个业者愿意配合 可是如果以政府以法律的高度来做约束的话 那当然业者如果你要在这个市场继续生存 那你就被被迫要配合 那你刚才提到说西班牙歧视法 那有业者不想配合 其实我们会反映出一个问题 就是他市占率够不够 就像我们目前有看到香港的Uber E 退出香港市场 那我们台湾的外送员会有一点担心说 那Uber E都退出香港市场啦 那西班牙的Uber E也退出西班牙市场 那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影响 可是我们可以发现说 他们在这些市场都占比第三名的 第三名的 他占比大概都在10%一下 市占的占比大概10%一下 那他在市占占比 不是很高的状况下 忽然间被拉高的这样子的成本 他们可能选择退出市场是没有错 可是在外送产业 他已经成为一个生态 他已经成为一个产业的状况下 即便你Uber E今天台湾Uber E Panda退出仍然会有新的业者进来 带来新的不一样的制度 例如说我们现在其实台湾有个小众平台 尤其在北部地区比较多 我有在做 我有在做帮他做外送 就是要卡个位 他的市场定位就蛮特别的 他是做高档外 高档餐厅外送 很多都是独家 例如富航豆浆 战继活泼 亚式牛排 就是这些比较高档的店家 那他是以预约制的订单 来做派送的动作 那他的运费 他就给外送人相当优惠 相当优惠 那可能就是以计程车的费率做计算 我们每张当铁都两三百块 嗯 对啊 那为什么这样的业者活得下去 因为他客单价很高 那一张单的客单价 我们很少看到低于一千块的 我最多送到八九千块多元 餐点 餐点送到八九千块 真的是高级餐点 对那所以 所以在这种市场差异化情况之下 其实在这样状况 也是有业者可以获利 而且他愿意给平台 也愿意给外送人高兴 那我觉得一个平台退出 只是会让其他愿意变更制度的平台 来重新投入这个市场 带来制度性上面的变革 所以我并不 我并不会觉得说有平台退出业者 有平台业者退出市场不好 我反而觉得是好的现象 因为他会改变整个生态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里的制度是健全 它是有一定的获利的能量 那当然他就会有一定的 对于业者的要求 那如果没有办法符合这个要求 或是不愿意出走的要求 他可能也不见得是认同这个市场的状况 或者是这种法律规范 所以他就会走 但是自然而然 就会有其他的愿意去符合 或愿意认为这个是有利润可图的业者 他自然会进来 所以他会产生一种 比较在一个法规的保障底下的 一种正向的循环跟竞争 你的意思是这样的 对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你不愿意配合的业者 他自然而然就会离开 可是这个市场 你这个业者离开之后 他的缺口仍然在 市场缺口仍然在 市场缺口仍然在 一定会有新的平台业者补进来 对啊 愿意配合的平台业者补进来 那可能他可能会 从制度面上去做一些改善 例如说可能在对餐厅的抽层上面 他可能就不用那么重 或者说对外送人的条件会放宽一点 或者说他对外送 他转嫁给消费者的程度 比如直接在运费上 转嫁给消费者多一点 可是餐点的加费 就会下降一点 这是相对的 就是计算方式的改变 会造成整个社会生态 整个产业生态的改变 我觉得有法令之后 他会往正向发展 反而是往正向发展 他其实不会掉很多 而且你也不可能说 一个平台走了之后 就不会有另外一个平台加进来 还不会 这已经成为一个 以熊猫离职的总监的说法 是目前已经有十亿位数 年龄收十亿位数 那就是百亿以上的市场 不包括Panda还加 还不加 还不加UberE 那如果是百亿以上的市场 他舍得退出吗 我只问这个问题 你是他舍得退出吗 你光市场的占比 你那个市占率 就能卖不少钱了 嗯 他宁可把公司出售 他都不可能 他都不可能直接裸退吧 对啊 这个百亿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市场 对 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大到其实 他们不敢 舍不得退啦 绝对是舍不得退的市场 嗯 嗯 OK那也许这是一个更适合去谈规则 谈制度 谈保障的一个实际 是的 嗯 OK好 还有没有其他老师有一些疑问 或者是一些想要分享的地方吗 或者是一些 呃 或者是一些不认同都可以 对 好那 杰老师说了解 谢谢 我好的答复 那还有没有其他老师有一些想法的呢 有吗 有吗 大家不用客气 哦 还是我都已经很厉害的帮大家问完了 哈哈哈哈 我看到我的情报傻眼 20题 20题 哦好多 我上次准备李立青的 应该给他就22题还是23题吧 然后我还 中间又加了好多题对 大概总共加起来可能有30题 哎 那个准备了 没有那么容易 那个我还要看你所有的访问 然后我还去找高嘉宇的直询的影片 是啊 是啊好厉害 我想说哇你怎么都知道 这厉害 对 那个还好Google Google协助我那些 对 还有我们的一些 我们有一些工作人员来来帮忙 对 好还有位老师有一些问题 来OK 呃 也是一样简老师哦 他提到说如果有孩子想要加入外送员团队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哎的确有像我自己的大一的学生 其实他们在准备这个入学之前呢 就考完试 然后已经放榜了准备入学 因为不少人这个在暑假的时候 他已经可能满19岁了 然后他就去加入外送员这样一种工作 那也蛮多年轻人会想要去加入外送员 也许是短期的也许是长期的 那那个就是博豪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的给这些同学们 我想要加入的这些同学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说其实就是风险跟报酬你要自己心里要有数 要评估清楚 要评估出合理的利益得失 那你不要觉得说你做了之后 然后你牺牲了一些你不应该牺牲的东西 那我觉得是大家要自己评估的 那至于什么是不应该牺牲的东西 我觉得在每个人生每个时期的状况不太一样 那如果作为学生的话可能是学业 学业它是不是会影响到学业啦 会不会影响到一些你的生活 或影响到你的身体状况 那其实都要评估 那以及说加入之后 那我们我在很多地方也跟外送伙伴讲 务必一定要投保相关的保险 例如说营业机车险以及个人的意外险 虽然平台已经提供了意外险 可是那个额度我刚刚也说了是相对不足的 所以你如果要从事这个工作 保险一定是少不了的 至少要让你如果出状况的时候 不会没有钱赔 或者是你自己无法负担的状况 我觉得营业的东西可能也蛮重要 也许不知道可以帮我们做一些补充 就是我昨天在课堂上面 我们也讨论到劳基法 我明明是传播科系还是在聊这些 就是很重要 我觉得劳基法应该是所有的课程的必修 可以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有课程 除非你就是出生 就喊着金汤匙一汤匙 要不然 当老板你要劳基法 对 要劳压大员工 所以我就问他说 你觉得同学去打工吗 他说你打工有签约吗 就有一个同学在全联打工 他说有啊 你有看过约的内容吗 他说没有 反正他拿出来我就签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基本的 就是这种定型化契约也好 或是劳动契约也好 或者他可能不知道长什么样契约 就我们在看契约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一些美感 或者是有什么 他奇怪的东西藏在里头 我们不知道 或者是我们 我们可以知道之后 再决定要不要做 我们可能知道说 哦我们同意被剥削 我们知道之后 我们同意这个你的规则 那这个都没有换 但是我们不能够死的不明不白 我们不能够去签完之后说 你知道你等一下跟你讲说 你当时签了 你自己签什么不知道 我们在这个做工作的时候 有些当然是有签约没有签约 大部分在那种小吃店大家都不会签约 但是有相对之下 有制度的公司稍微有点的制度 或者是有一些银地事业 他可能都会有签约 那要要看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要看的吗 其实这就跟那个 你有时候看到那个软体的同意使用授权 对就一大堆看不懂的东西 你如果点选否 你就不能用这个软体 嗯嗯 那最终解释权在哪里 最终解释权 他都会在调解 他在合约里面写说 那以平台拥有最终解释权 嗯 那甚至之前付费的还更夸张 如果你主张为雇佣制的话 应罚款20万元 哇 对 他连这种违法的条款都敢定 对 但他为什么定这个 他其实是一个恐吓作用 你不要 他希望外送人都被这个恐吓 不会真的去争取说 我要成为雇佣制 增加平台的负担 对啊 那好 那可是即便 这些不平等条款 那你要做的话 你要不要钱 嗯 对啊 所以我觉得内容 内容他是怎样的 他就是不平等条款 可是你想做你就是得签 但是我总知道哪个地方有一天会被卖掉啊 我还是要看得懂一些合约 即使我觉得不平等 然后我必须要 他他会在所有的地方帮你卖掉 你想得到 你想得到的地方想不到的地方都会 其实也不用看的意思 你要了解 你要了解知道什么地方会卖掉 可是你要心里有准备 就是所有的地方都会被卖掉 就是如果要被卖掉有心甘情愿 对啦至少要心甘情愿啦 因为你不知道有时候被卖掉 然后人家就说你自己签的 至少了解之后你可以做决定 但是常常我们在某个时间就做决定 我觉得那个其实是一个风险 而这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像看电器的或者是网路使用 加入社群媒体的说明 说一大堆看不懂的东西 可是在这个基本的保障上面 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去懂 去了解这些东西 那我们再确定 对或者说他即便给你不合理的条款 你要知道说哪些是不合理的 然后你真的出问题的时候 你怎么去主张自己的权利 那如果他们真的出问题 就找你们吗 还是有其他的主张权利的方法呢 目前的话我们都是推劳资调解 劳资调解目前是比较快又比较有效 相对快啦 那不是很快 可是相对比较快 然后也比较有效的做法 我们劳资调解的和解率其实不是很不丢 不丢 你如果是要钱方面的话 通常都有机会要得到 OK 如果是要权的部分 就是譬如说你被停权要付权 那可能稍稍低一点 对啊 对啊 可是要钱的部分几乎都要得到 所以直接跟工会联络吗 还是有什么方法呢 可以跟工会联络 那也可以洽地方各地方政府的劳动主管机关 劳工局或劳动局 或者有些在民政之类的 比较小的 县市政府可能在民政之类的 那个都可以 或惨罚 有些主管机关不太一样 反正就是 有些会在社会处啊 社府方面 对对对对 台湾的这个也是一个 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对对 就是在劳动主管机关 可以去做申请劳资条件 那有些县市他会便民作业 他可能下放到区公所就可以申请 那不过呢 因为申请上来说 有些基层公务员他缺乏相关的指示 所以可能会受挫 他受挫的话没有关系 就是你跟工会讲 我们工会就帮你去协调 请他收啊 嗯嗯 好 那陈文和老师有写一 那可能应该还有二啊 但我先 因为只有看到一 我就先问一就是 外送员最大的工作成就感 是什么 外送员最大的成就感就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像 打电动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闯关闯关 我得到很多钱 而且是实体的闯关 集点 而且我集到不是点 我集到是钱 那我真的很缺钱的时候 我以为真的真的很缺钱 我身上有负债 我以为我的目标想要完成的时候 我就真的很认真啊 可是当我把负债解决 然后我的目标 已经没有那么远大的时候 我就工作时间 我自然而然就缩减非常非常的多 对啊 那我就变成说它是一个可调配的状况啊 对啊 就像为什么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我那个月要跑13万 那为什么跑完之后又半年跑 我就是抱持一个心态啊 我要有一个数字可以让人家show off 哈哈哈哈 show off 对啊 我有答到过 我有答到过 答到过就好了 就后面就算了 这样 ok 然后你有回答说重归是因为我骑车可以骑很快 没有没有 我自己发生过很严重的车祸事故 所以 所以变成说我 我其实对于车祸 对于骑车这方面 我都后续都特别小心啊 因为我都特别小心特别注意 虽然说特别小心特别注意 还是会出车祸 对啊 就像我今年9月也发生了 我在停等红灯的时候被后车直接撞 撞上去 对啊 那也那是小伤啦 不过就也是觉得心里也是觉得很荒谬啊 就我已经十分注意的还是会发生 不过就就如同你所说的 这个外送员很大的 绝大多数的工作时间 事实上都是在交通上面 都在客户交通上面 那个风险它是必然存在 而且必然会有的 对 而且不是说你自己注意就有用 对 但我都已经停等红绿灯了 停等红灯 哎 停等了几十秒了 后面还是有车撞上来啊 这我能说什么了 那么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整个算是命中注定吧 对对对 对对对 陈文豪老师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弱势正职的话 会想要做多久 一般呢 正职的外送员 他大概都是阶段性任务 把负债还完 把负债还完 或者存到第一桶金之后 他大概就会往其他方向走 嗯 那绝大多数的外送员大概都是这样 他真的不会想要做众生职制啊 众生 我愿意把外送员当众生职制的人 嗯 我不敢说没有 可是非常少 他这是一个圆梦 我们可能没办法去 我们可能因为家庭因素负债因素 各种因素 没有办法去 Walking holiday 没办法去澳洲 没办法去美国 去哪里 去国外游历 要顺便捞第一桶金 那我们在国内 我们也捞捞看第一桶金 第一桶金捞到了之后 那也许 大家就比较没有那么 大的必要性或需求性 去做这份工作 那慢慢就会淡出这样子 嗯 绝大多数是这样 那只有少部分的是有 养家的压力 他可能是因为职业的 他可能是因为担心爸爸 担心妈妈的状况 或者说他夫妻 其实就是都是外送员 他一定要有一方继续做下去 那这样的状况的话 他可能会做久一点 可是他还是有一个阶段性 他可能做到 小孩他能独立成人 那有自主经济能力之后 他可能就会慢慢的做淡出这样子 嗯 不过因为这个外送的行业 在台湾的时间也很短 大概很难看得出 到底会做多 就是是 他当然有可能enjoy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管他成就 有啊一定也有 对 或者是他觉得这个心思 可以 但是他也是弹性 都有可能 但是不管如何 这个基本国家 应该要给予的保障 是必须要给的啊 好 那还有没有老师 有其他的问题呢 对 就是有关于 对我们在外送员的讨论的部分 有没有老师们 有些其他的想法 都很欢迎来提出 嗯 有吗 可以举手或者是在旁边留言 或是博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 你们你刚刚谈到的这个有关 劳资协调 劳资争议的一些案子 那这些案子是可以给我们了解 在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要注意的事项 或者是他那种争议会有 大概会有什么样的样态呢 嗯 好 以劳资争议的话 最常见的样态就是我刚刚说的 被扣薪的那种 嗯 被扣薪水的 被扣薪水那种呢 依照我们跟伙伴们 事后沟通的经验 大致上 大致上你如果数字 比如说他的取差率定制在85% 你如果在5到10%之内的 比如说你在80到75%以内的 这个部分 我们经过透过劳资调节 几乎都可以拿得回 你争取的那些钱 那只是说 为什么外界也不太会知道 就是因为他们在签和解同时 都签了一条 叫保密条款 不能对外界宣扬 嗯 所以我们都只能吃下去问 那我们也不能透露个案资料 那 这样子的几率是蛮高的 可是如果稍微低一点的话 比如说60% 20几% 50%那种 大概就不容易拿得到 不容易整体的回来 那 第二种样态就是被停权 被停权这个就比较麻烦 嗯 因为被停权有几种状况 就是说有的是 比如说像UberE 它有拍照功能 人 有连人脸辨识功能 那我们就有遇过伙伴是 人脸辨识功能 他被 别人拿去玩 被朋友拿去玩 什么人脸辨识功能 UberE UberE 它有 它要验证你是本人 所以它会不定时跳出一个 人脸辨识功能 你要拍自拍 证明你是本人在送 这样 所以你也不可以把工作的资格 去让给别人就对了 对 它 对 而且UberE 对这个非常要求 它是属于 也属于重大的围困 你如果两次被验证到 被 被系统判定非本人的话 那你就是终身挺权 嗯 那有一些 朋友嘛 他就是会 拿去乱玩啊 嗯 跟你闹啊 闹拿去乱玩 就拍了就啊 死掉了 对吧 就把你的账号弄死了 那这种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 可能就希望他去劳资调解 那或者说有一些是 Post Gender 就是它有 它是跨性别的 它外观变化比较大 嗯 那它可能验证 不会过 那我们也是希望他去劳资调解 嗯 那劳资调解状况呢 基本上只要是本人 确定是本人 没有到其他人的状况下 还是有机会可以付权 嗯 对啊 可是如果是真的有非本人的话 我们成功率就不是很高 即便是被 人家 可能被朋友闹的那种 嗯 因为他们对这个是相对严格 可是我们有遇到一种很多状况是 平台其实停权你 可是他不告诉你任何消息 他不告诉你任何原因 那你到底为什么被停权 他说我们基于保护客人个资 我们不能告诉你详情 蛤 不需要问你客人的客资啊 你总是要被申诉的理由可以知道吧 没有他也不告诉你 他说牵涉到客人的客资 你跟你讲这些 他你就知道是哪一客人 你知道客人的地址 他就不告诉你 他不告诉你 他到底到底在哪里出状况 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他也不会告诉你 那你就死的莫名其妙 当然我本人都是死的莫名其妙 那死的莫名其妙呢 去劳资调节 有的是只停两个礼拜 或是暂时停两个礼拜 那我们伙伴会很不平 我觉得觉得很不公平嘛 就去申请劳资调节 劳资调节排案其实没有那么快 大概都要排一两个月左右 等到了劳资调节的时候 你说那个已经付权了 那我们没有再跟你停权了 那你下次小心注意 怎么办 这样就是标的不存在 那我们也不知道这样调解 到底干嘛的 所以政权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的损 薪资上面的损失也不会算 再算给你嘛 对不对 目前还没有外送伙伴敢提 我都有叫他们提 目前还没有人真的敢提 所以还没有相关案例 如果有的话 我也还蛮想知道 他们到底会不会提 对这个其实也是 因为如果这个停权违规 那违规所造成的损失 应该也是一个损失才对吧 没错 没错 OK好时间差不多了 今天非常谢谢博豪来接受 我们的应该是聊天了 那我们也很在一个 比较轻松自然的过程当中 把这个外送员的 遇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以及在法律上面遇到难处 以及未来可能怎么去解决这个 这样一个状况的方法 也来做了一些讨论 非常谢谢博豪 也非常谢谢各位老师的参与 那我们三场的这个劳动系列的 这个讲座座谈 我们就到这边结束 那也欢迎大家来 订阅餐单时光会客室的Podcast 或者是来去多关注 公民行动影记录资料库所做的报导 那我就把时间交还给学科中心 来请学科中心来做这个最后的一些 活动的这个交代 好谢谢博豪 谢谢大家 谢谢